动漫怪谈之绿茶美洋洋 我是专家 绿茶曾经只是一种饮料 而现如今却成为了某一类女人的代名词 在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郎》里的女一号美洋洋身上 或许就暗藏了作者对于绿茶的隐喻 以至于观众投票中 美洋洋获得了最不喜欢的角色第二名 整个洋村包括灰太郎都知道 费洋洋喜欢美洋洋 但美洋洋却始终不承认 她接受费洋洋的礼物 却不接受费洋洋的表白 甚至还大玩双标 例如一集中 美洋洋斥责费洋洋吃饭不斯文 而不一会儿喜洋洋来了 和费洋洋一样的吃相 美洋洋却夸她有男子汉气概 两个人画画 美洋洋觉得费洋洋画得不明所以 却夸喜洋洋画得好 于是费洋洋就让喜洋洋帮忙画了一幅 再喊美洋洋来看 而得到的答案依旧是画得不如喜洋洋 而在美洋洋的眼里 费洋洋打架就是粗鲁 喜洋洋打架就是真厉害 想当初看这个动画的许多人 都已经长大了 初看不识片中意 再看已是片中人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